高雄家庭要開路 會把黑民老婆休息的所在 這個土地切開 他們去爭議 也他們去公職頂頭 保育團體關心 加上之前 這個高雄市長 丹教已經公開表示說 他個人是支持開路的 所以現在這個 日本黑民老婆的年齡 就主動消費 讓丹教要來登場 要求他替代路散來出台 這樣來檢測電風和生態 每年清明前後 天氣漸漸變暖 是來台貴當黑民老婆的長期的時間 今年在高雄家庭執貸 黑民老婆的數量 根據統計有兩百十二隻 超過五年一百五十四隻 已經超過世界各軍量百分之一的標準 不過家庭執貸的所面對到的開路危險 因其國際保有團體關心 日本黑民老婆的年齡 主動消費 向高雄市長丹教登場 所以那一塊地假如被劃分下來的話 可能就會阻礙到他在那邊驚喜的意願 不過幾天前 丹教市長已經公開表示 只市開廁道路 市府已經以法進行環評 而且強調通過環評開路 會實話減過環保生態 不過丹教市長也說 人甘失地不是失地 引起環團不安 高雄市政府以及高雄的市民 必須要善待這個過度的客人 所以我們也呼籲環評委員 也可以本著愛護高雄 它是一個韌性城市的話 應該在決定失地 倒入這個工程的批發案 這件案子裡面 投下一個環退票 環保團體的基礎 家庭執貸以及四河道路 並不是唯一的選到 像國外全該建議 可以用替代路線 不用切割家庭實地 改割對形態的衝擊 當時可以帶動家庭的形態 入獄發展 這是真的減固 電影的需求 蓋環保生態 既然你收看大英君 高雄報道